对方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27章 继续来看上帝对推罗的审判预言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 人子啊,要为推罗做起哀歌 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部 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 用利巴嫩的香薄树做桅杆 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 用象牙,巷牵几体海岛的黄羊木为作板 你的棚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 可以做你的大吉 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 推罗是一个国际贸易的霸主 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所以当上帝审判推罗的时候 整个地中海地区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因此藉由审判推罗也是在提醒和管教 靠推罗吃饭的这些城市和国家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造你的这边不是指上帝 是指说用这个这么多年以来 透过海上贸易所累积的金银财宝 和权势所打造起来的美丽的推罗 的确是非常的荣美辉煌漂亮 第五节他们用他们就是指打造推罗的人 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版 接下来就是把推罗描写成一艘 非常荣华富贵的一艘大船 而这个船上所使用的各种的材料 都是当时候最好的材料 例如第五节说士尼尔的松树 士尼尔就是亚门人称呼 黑门山的称呼 所以其实就是黑门山的松树 要做船板 那圣殿里面呢 圣殿的地板也是用松树的木头 这个打造的 然后在上面再铺上一层金箔 那代表这个松树 是很坚硬很坚固 可以做地板跟船板 用黎巴嫩的香薄树做尾杆 这些都是最好的材料 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 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 基提海岛指就是塞浦路斯岛 或是也可以指就是这个整个 地中海地区的这些文明 用基提海岛 塞浦路斯的黄羊木做做版 你的棚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 可以做你的大旗 你的梁棚就是这个船上面 这个遮阴的棚子 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 还有紫色的布做的 以利沙岛可能也是在指塞浦路斯 那推罗这个地方本来就是 贩卖很多蓝色紫色的布来出名的 西顿和雅发的居民做你当奖的 推罗啊 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 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 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 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 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波斯人 路德人 福人 在你军营中做战士 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 彰显你的尊荣 雅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 你的望楼也有勇士 他们悬挂盾牌 成全你的美丽 西顿和西顿就在推罗上面一点点 他们都是属于黎巴嫩南部 现在黎巴嫩南部的沿海的城市 都是菲尼基人的城市 西顿跟雅发 雅发呢 他就是在西顿更北边 是属于这个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海岛 然后呢西顿跟雅发的居民 做你帮你华奖的 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 自己来做掌舵的 代表什么 全世界靠海的民族跟国家 都在帮推罗打工 然后推罗自己 像一个智慧人一样 亲自操盘 亲自掌舵 来带领这艘荣美的大船 航在地中海当中 第九节迦巴勒的长老和聪明人 都在你中间做逢补的 迦巴勒呢 是在黎巴嫩北部 那你看迦巴勒的长老子跟聪明人 不是掌舵的 掌舵的是推罗人 但是呢其他人的民族的 这个智慧聪明人 只能够替你做逢补的 差别差很多 代表真的是推罗非常的骄傲 一切泛海的 在海上的船只和水手 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真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都在为推罗效力 他真的是所谓的海上之王 第十节 路上的部分呢 波斯人 路德人 路德人就是土耳其的 吕迪亚人 还有佛人 佛人是这个北非的利比亚人 所以你看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人 在你的军营当中做战事 他们在你中间 悬挂盾牌和头盔 彰显你的尊荣 这些路上的波斯人 路德人佛人 他们都是帮推罗做佣兵的 为了是要彰显推罗他的尊荣 然后呢十一节 亚发人 我们刚刚亚发是在叙利亚的 南部的海岸上的岛 亚发人和你的军队 都在你四围的墙上 你的望楼也有勇士 他们悬挂盾牌 成全你的美丽 因为推罗太有钱 所以他可以聘请很多 这个勇士 各国的勇士做他的佣兵 来在他的四围的墙上守卫 为了是要保护成全推罗的美丽 他使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做你的客商 拿银 铁 席 铅 兑换你的货物 亚丸人 土巴人 米社人 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人口和铜器 兑换你的货物 婆家马族用马和战马 并骆子兑换你的货物 抵旦人与你交易 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 他们拿象牙 乌木 与你兑换 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 就做你的客商 他们用绿宝石 紫色布绣货 细麻布 珊瑚 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 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米腻的麦子 饼 蜜 油 乳香兑换你的货物 十二节他师就是西班牙 已经在地中海最遥远的西边 这个推罗他们是在地中海的最东边 这里 那遥远的他师人 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做你的客旅 他们拿的银 铁 锡 签 来兑换你的货物 这些人也在为推罗人服务 把欧洲大陆 有许多的矿产拿来做交易 十三节 亚丸人就是希腊人 土巴人就是意大利西西里 西里岛的人 米色人就是土耳其南边的佛律家人 他们也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人口和铜器 兑换你的货物 他们用这个奴隶 人口也指这个服务来的奴隶 奴隶 然后还有这个铜器 来跟你做这个贸易的这个货物 十四节 陀加马人指的是赫人 赫人就是这个西台人 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 并罗子兑换你的货物 赫人他们马匹是很有名的 十五节 底诞人指的是爱琴海里面的罗德岛 底诞人与你交易 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 他们都会拿象牙乌木 与你兑换 或是向你进贡 十六节 陆地上的亚兰人 因你的工作很多 就做你的客商 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 西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 所以呢其实这些 不仅是沿海的港口城市国家 都要靠这个推罗吃饭 连陆地这些掌握 陆陆的通商大道的国家 像亚兰啊 其实包含以前 以色列也是一样 他们都掌握了陆地的 这个通商大道 那这些东西都会 运到推罗 然后再运到海外去做贸易 所以他们也是靠推罗吃饭 十七节 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 都与你交易 我们刚讲完 这个以色列北边的亚兰 现在讲到以色列他们自己 他们也都是要靠推罗 才能够进行沿海的贸易 他们用米逆的麦子 饼油蜜乳香兑换你的货物 米逆是指一种船只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靠 这个他们的农产品 以色列地区的农产品 跟推罗进行交换的贸易 还记得以前 所罗门网跟推罗网合作 推罗网提供他们 黎巴嫩的香薄素 那所罗门网提供他们 这些农产品 就是在做这个贸易的交换 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 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 与你交易 威诞人和亚丸人 拿纺承的线 亮铁 桂皮 仓仆 兑换你的货物 抵诞人用高贵的毯子 安 替 与你交易 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 都做你的客商 用羊羔 公民羊 公山羊 与你交易 士巴和拉玛的商人 与你交易 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 各类的宝石和黄金 兑换你的货物 哈兰人 甘尼人 伊甸人 士巴的商人 和亚述人 基某人 与你交易 十九节 微诞人就是诞人 亚丸人就是希腊人 然后纺织的 纺织的线 亮铁 桂皮 仓谱 兑换你的货物 二十节 底诞人 我们刚讲这是爱琴海的罗德岛人 用高贵的毯子 还有这个马鞍 还有替 替指的是马鞍的那个布 鞍布 与你交易 甚至连遥远的东方的阿拉伯人 跟基达人 他们一切的首领 也都来做你的客旅 用羊羔 公民羊 公山羊 与你交易 再更远的 就是阿拉伯半岛 南端的叶门 或是非洲的东北角的伊索比亚 那边就是这两个地方 那时候叫做士巴 他们控制红海的贸易 他们也要跟推罗打交道 他们与你交易 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 这些香料就是从印度 亚洲地区印来的 还有各类的宝石 黄金 兑换你的货物 还有在叙利亚的更北边 有哈兰人 哈兰我们蛮熟的 亚伯拉罕的故事 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 先到哈兰 再从哈兰 来到应许之地 哈兰他就位于两河流域的西北顶点 要进入叙利亚 土耳其这一带的门户 是一个重要的通商大臣 哈兰的意思就是那个道路的意思 代表他是交通大道 那他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部 叙利亚的北部 甘尼人是指的北叙利亚 伊甸人 士巴的商人和亚述人 还有基摩人 基摩人指的是更遥 往东边去最遥很遥远的 北伊朗的马代人 与你交易 这些商人 以美好的货物 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 又有华丽的衣服 装在香薄木的箱子里 用绳捆着与你交易 他施的船只 接连城邦为你运货 你便在海中丰富 极其荣华 荡奖的 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 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你的资财 物件 货物 水手 掌舵的 捕逢的 经营交易的 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 在你破坏 在你破坏的日子 必都沉在海中 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 交易都必震动 反荡奖的 河水手 并一切泛海掌舵的 都必下船登岸 他们必为你放生痛哭 把尘土撒在头上 在灰中打滚 又为你使头上光突 用麻布束腰 嚎啕嚎痛哭 苦苦悲哀 然后呢 又回到这个地中海 最最西边的 他师 西班牙的船只 接连城邦的 很忙碌的 为你运货 你便在海中丰富 极其荣华 盪奖的 就是咬奖的 已经把你 盪到大水之中 结果呢 东风在海上 将你这艘推裸大船 打破了 你的资财 物件 货物 水手 掌舵的 逢补的 经营交易的 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 那一切的人事物 怎么样 都在你破坏的日子 都沉在海中了 你这个掌舵的 呼嚎之声一发 就是那个掌舵的 在那个船要沉下去的时候 发出那个哀嚎 这个声音一发 连郊野都必震动 凡 滑奖的和水手 并一切泛海掌舵的 都必下船登岸 因为船沉了 他们必为你放生痛哭 把尘土撒在头上 在灰中打滚 又为你 是头上光突 代表悲哀 用麻布抒腰 嚎吐痛哭 苦苦悲哀 都代表在举哀 他们哀嚎的时候 为你做起哀歌哀哭 说 又何尘如推罗 又何尘如他在海中 成为寂寞的呢 你由海上运出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资财 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 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 就都沉下去了 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 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 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思声 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世 直到永远 27章非常的丰富 他让我们看见整个古代 欧亚式欧亚非 这些跟圣经相关的国家民族城市 还有他们各种的贸易土产 这些交易的情形 而居中的那个枢纽 竟然不过是地中海 这个上面的一个海岛 叫做推罗 而这个推罗他如此的骄傲 但是他在神的面前 他也是会被神击打责罚的 特别是以前的人的观念 就是海子归海神馆 山子归山神馆 不同的神馆不同的地方 但是唯有耶和华是照天照地照海的神 他同管万有 因此他对于推罗的审判的预言 特别就有意义 当以后这个预言成真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就再次的相信 耶和华上帝是同管天地上海的神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我们敬畏你全地都是你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够拥有一些资源 机会能力恩赐 都是你赏赐的 我们就更应该在你面前谦卑的来服侍你 并且明白 为什么你要给我们这些 机会资源跟能力 你希望我们做什么 才能够荣耀你的名 才能够成为地上万人的祝福 因此我们越被你恩待 我们就越要敬畏你 才能够一生成为你愿意重用的器皿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改变未来